台湾女科手柯以柔结婚生小孩后 努力经营代后和网麦 为的就是可以和服侍老公一起分担家计 给小孩更好的生活环境 结果老公偷吃女员工被媒体跟派 媒体转到柯以柔时她还是难以相信 看到老公在女员工宿舍过夜的影片后才崩溃痛哭 台湾美与定周刊续新闻连续爆料 接连拍到她上女员工结过夜 好心帮她控制老婆柯以柔 搞到柯以柔方块痛哭 被抓包的她变得义无伦子 难道偷吃真的会让智商变低吗 难道厨师真的比较养吗 除了柯以柔的老公 另外两位台湾明星厨师 曾武师和阿基斯都有偷吃的记录 还记得当年阿基斯的外遇情绪 真的是让人终身受用啊 有抱一下大家感受到 我们给她的一个温暖 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 她说哎老婆 就这样子过来了 我想闪我都没带法闪 民族的女人不容易当 赤地的女人也很心酸 西班牙每次去买那衣都被跟拍 这次一个不小心走进了神秘性感的黑色雷斯区 更直接让人联想到曾经躺的男友视角 军王啊 因为知道我穿什么衣 那我所以就要去找一些适合的内衣 和一些衣去match那件晚装 就是这样 选内衣而不是选男员的眼光真的很重要 你看赤地的男友力就是max 会不会去买内衣 每个女生也会去买 对吗 没有什么情况 可能人家想要选一件来跟今天最爱的黑色渔网衣 搭配做情侣衣 给人家借一点空间啊